我戴一下品牌方给我的那个手表吧 这种也是 你要还回去 早戴一天 试一天 你会比较长了吗? 你会比较长了吗? 我不会戴 有吗?你戴 这什么啊? 你会比较长了 肯定是穿过去的呀 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动 你看这个能动 哦 哦 真的嘞 这个手表 还得两人戴了 一个人还戴不上 这要不是广告 我高低低吐槽一下这个表带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手表它的作用就在于 可以促进 哎呀还可以这样 夫妻感情和睦 咱们就是说 不是这样 很好的 不像不像 这样笨蛋 好难戴 Did you get taller? Your hands will longer 哎呀我也不会戴 你可以再把它拿下来 自己戴一下 我都带 我都拿不下来 哦 怎么戴 不这样吧 怎么这都干嘛 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不带表了 咱们今天晚上省略表这个步骤 我今天晚上要出iPhone14 我今天看了马上就要出iPhone14 你说你要再晚丢一会儿咱们也不亏 那买了个iPhone13 等 14出来你肯定要换14 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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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换准备换什么 怕我对象 怕他老公 因为这边的房子要到期了 我们可能会先搬去 不一定 还没想好 没想好 没想好 还没想好 不过会去一个新鲜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去哪都一样 因为我好像在哪个地方都不会很喜欢这个地方 对吧 你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无趣 我会是一个很单调的人 就是无趣 你唯一的人生乐趣就是气我 终极目标是什么来 怎么的 你的终极目标是撒偶 天天在想吃 我在成都收了几斤 你给大家说 明天没有零花钱 赶紧给的吗 你今天花了多少 花了五十 明天不给我补什么 你再问我一遍 再问我一遍 我在成都收了几斤 还收了四斤 我吃这么多还能收四斤 你说简直就是人类奇迹 真的很奇怪 在成都是吃不胖的 我差点就去申请迪尼斯世界纪录 我那里的饭越吃越瘦 真的 真的是 我天 我不骗你 咱不咱这个事咱就得 申移 我差点申移了 我到那里的 我到成都的第一天 然后我敷了一天那个 哎呦别说了 品牌发送的面膜 我敷了一天品牌发送的面膜 半个小时都不干 哈哈哈哈 半个小时都不干 半个小时不干 后来发现自己躺浴缸里呢 哈哈 哈哈哈哈 成都人真的很省面膜 我给你 都不缺水 哈哈 哈哈 挺好 很适合我们干 哎呀 你看咱们家咱们家有什么大件 我带不过去 冰箱我带不过去 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也带不过去 这个酒柜也带不过去 沙发 沙发也带不过去 床也带不过去 还有这个电脑桌也带 电脑桌也带不过去 还有这个收纳柜也带不过去 这收纳柜也带不过去 对吧 这个收纳柜它是不是可以叠成那种事 是可以叠但是好麻烦啊 我不想我不想让这个收纳柜 带那个鞋柜子我要带走 这个鞋柜子带走 就这七个大件带不过去 还有桌子也带不过去 对吧 八个大件带不过去 亮一架 亮一架 九个大件 还有你的哑铃也带不过去 不行我的哑铃一定要带 你的哑铃一定要带 也行放车里吧 九个大件带不过去 亮一架 你也带不过去 你太沉了 这十个大件 咱们就把十个大件处理了 这个也带不过去 这个也带不过去 你自己都带不过去 你带不过去 你带不过去 把这十个大件处理了 咱们就搬一下 嗯 行吗 行 什么时候处理 明天吧 明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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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那我镜子也带不过去 咱们这个镜子也带不过去 有没有咸鱼的工作人员 可以来 不能吗 没关系 咸鱼来找我掐饭吧 我要搬枪 可以 你站外提 你还可以 我去成都之前152G 然后 我现在是148G 我在努力减肥呢 马上就会瘦成以前那样 很快 以前那样不是150G吗 我以前120G 你要瘦到120G 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我虐待你 没有啊 我要瘦到120G也是靠我的努力 什么努力 什么努力 去了成都以后天天吃 今天吃这个 明天吃那个 他去成都以后就没吃虫药 我们吃了串串 还吃了什么 还吃了那个冒菜 火锅 还有那个水 那个叫什么来 毛雪旺 还吃了什么 还吃了那个冷串 还吃了什么 吃了好多好多东西 那我安定要是去了南方 我腰疼怎么办 你到时候给我按腰吗 就比如说 我早上5点钟腰疼醒了 你能起来给我按腰吗 不行 5点起不来 不要按腰 到时候我处理大家 我把你处理了吧 啊 啊 你处理了吧 处理大家 先把你处理 烦死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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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懂 先觉得他在直播间里 脸显得有点胖 那我今天不让你吃饭 你还非得吃 昨天不 昨天不让他吃饭 他晚上就在床上 南京出售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去吃板面吧 然后他很开心 结果我们俩刚开到那个地方去吃板面 然后那个雨就倾盆而下 就你连 就是 就是 就好像从晴天一下子到了暴雨天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足足得吃了半个多小时吧 那个小店 不过还挺开心的 虽然被淋了一身 是不是特别好吃 我就吃了几口 你放开 你全吃了 他每次去了 去了要加蛋 要加肠 还要加那个 豆腐 还要加肉 就他他昨天去的时候没有肉了 他问老板有肉吗 老板说卖美 我每次去了 我就只要一碗面 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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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哈 啊 我哭 刚刚Vivian解说我炫了一袋豆干 哈哈哈 你的确吃了一袋豆干 你给我留一点 但是我没有吃完饭 他就是很就是 他这 星星的小孩 他就是在吃到他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一言不 一言不发 他很害怕别人看到他的好吃的 你告诉大家 我今天吃了什么 星星今天吃了一勺蛋泵 喝了一大勺蛋白粉 吃了一整碗螺蛳粉 然后 螺蛳粉没吃完 吃了一整碗螺蛳粉 吃了什么 大碗螺蛳粉 还有什么 嗯 豆干 还有一袋豆干 然后还有 樱桃 樱桃 还有樱桃 没了 哎呀我今天 我说我们拍个视频嘛 我说我 我好想跟一下 那个什么呀 我说我们拍个视频嘛 他说好我吃完这碗螺蛳粉 喂你吃完螺蛳粉 谁要跟你拍视频嘛 哎 他要跟我拍那个接吻的 不是接吻的吧 这类似于接吻的 但是他就是 哎 然后我又去刷牙 老夫老妻不配拥有那种浪漫 老夫老妻不配那种浪漫 刚在一起的时候 连一口包子都不敢吃 因为怕有包子味 没法接吻 拿下现在吃螺蛳粉 接吻之前还得去刷牙 对我们俩就说 我说你去刷刷牙好吧 然后他说你怎么不刷牙 我说我也去 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去刷牙 我今天听了他三口 就是我给你们表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亲的时候是 然后安定安定完以后 然后他马上 嗯嗯嗯 我擦啊亲 不是我擦什么呀 我亲的时候就 我就感觉我这是造了什么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上辈子是造了什么腻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他在外面买完电脑 我又把那一年过酸明的那个 酸明先生的那段话 重新听了一遍 因为我录音了 呵呵 酸明先生说的那个节 应该是 应该 应该 他说的是兔年在海边 应该是2023年 明年 不是不是那一年 不是我们俩20年 但是吧 但是酸明先生当时说 嗯 你在兔年有 冬天有一个 然后是2023年嘛 但是酸明先生说的是2022年 哎我就想 怎么这么不专业 然后我往后听 往后听了 然后他又说 你这个命真的很好 我这辈子只见过两个这么好的命 一个是你 一个是我 我 我当时就觉得是假的 你有没有问他 你有没有问他 他的命好在那 嗯 我当时 当时只是个小孩 我不会怼人 嗯 都好吃 嗯 不过我们跟奥奥度 他们一看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一个成都的夜市 那个夜市上有做塔罗牌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看其他的 其他的摊位面前都很多人 就那个塔罗牌女生的摊位面前没有人 然后当时我们前面还要等80桌火锅 不是 等80桌那个 那个 那个 排位 然后我就说好吧 我说我去算一下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塔罗牌女生算了一下 还还不错 我算了事业和 学业 我算了事业和学业 然后他给我的答案跟我心理预期的差不多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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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